急救案例 2016年1月18日上海往三亚的飞机上 机组人员紧急广播请求医生协助 我本能地站了出来 一位女乘客在卫生间门口处突然晕倒 她当时面无表情 脸色苍白 双目紧闭 刚好飞机上有医生 医生给她量血压 用听诊器听心脏 机组人员建议给她吸氧 几分钟后她睁开了眼睛 然后机组人员安排她躺下 又给她一杯凉水 之后医生就离开了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拿出干姜片 暖暖贴 随即回到了韦女士旁边 当时她正在呕吐 吐完了 空姐用凉水给她漱口 我建议把凉水换成温开水 机组人员又给她湿巾擦嘴 我又说换用热毛巾 空姐非常配合 也关闭了头上的吹风口 这时候她虽有意识 但仍脸色苍白 双目紧闭 她的先生也在场 我拿出干姜片 跟她先生说 含干姜片可以帮她缓解 我先放自己嘴里一片 然后请她先生拿给她喊 经她先生同意 我开始按揉她的上背部原始点 先左侧后右侧 大约一分多钟 然后按头部 告诉她放松 没事的 我会帮她相对舒服地走下飞机 大概15分钟左右 她的脸色开始有血色 可以轻轻地开口说话了 她说 她好冷 我又给她上背部放了两个暖暖包 飞机降落后 其他乘客先下了飞机 我又轻轻地给她按上背部和头部原始点 韦女士自己走下飞机 第二天追踪 韦女士发来微信 感恩昨晚在飞机上对她的照顾 并告知身体已康复 张医师原始点的急救方法 流程简单 自然有效 感恩张医师的大爱 把原始点无私地传授给我们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学习应用原始点 利人利己 美国达拉斯原始点提供